不是我不願意在這邊 告訴大家我2024選不選 因為這個是一個公共的媒體 不是我的場 如果是我自己辦一個證監會 我一定會講 但是我不願意在人家的 其實這不是我的 這是TVBS的 在這個公共論壇上 談我個人的事情 所以要請大家原諒 將來一定會告訴各位的 剛剛老沈提到 說他一個人直學有限 我曾經聽到一個將軍 這個將軍大概到什麼地步 到總司令的位階以上 他說打不打你這樣算就好 我們這些醫院 這些醫院那個手術室 能夠容納多少病人 算得出來對不對 這些醫院的手術室 能容納多少病人 一打仗開始 會有多少傷病 需要送到手術室 幾乎你所有的醫院 手術室都滿的 都是容納這些傷病 都不夠 一般人要去看病 大概都很困難 就是這麼殘忍 戰爭就是這麼殘酷 好吧 回到台北市 中廣跟蓋洛普做了一個民調 當然現在民調公司很多 各種奇奇怪怪的民調都有 有幾個比較準確 因為做得比較長時間 有的突然冒出來 也不知道怎麼跑出來的 阿狗阿貓都來做 我看根本也不必做 在家裡填就好 拿一個筆填就好 中廣跟蓋洛普 我們花很多錢 非常貴 很認真的去做民調 主要就是想平衡 讓這些亂做的 這個狐狸尾巴獻出來 好 那最 將來 昨天是發表 昨天 對 昨天發表台北市 這個禮拜我會發表桃園 下禮拜一會發表新竹 然後接著還要做台北 桃園 新竹 苗栗 那到大概11月12號再發表 因為再來就不能發表了 那好 昨天台北市的民調 出來是這樣 講話29.67 陳時中22.13 黃珊珊17.42 大家不要看 你要大概除以0.7 或除以0.65 因為你的投票率大概是65% 最多七成 所以如果除以6成5的陳時中 大概是34% 如果投票率是7成的話 大概34% 6成5大概是32% 大概是 這是民進黨的基本盤下限 民進黨大概以前的經驗 在台北市是32到42% 最多可以拿到42% 看候選人 看整個大環境 最低是32% 所以你要除0.6或0.7 那講話案大概就拿到45% 大概台北市的選民 那看起來 我昨天在記者會 我講錯了 我說看起來不會有氣保的 不會有氣黃保存 也不會有氣成保黃 後來我昨天笑 我這樣講也不見得對 而是說氣保已經發生了 已經結束了 沒有氣保了 都歸對了 為什麼 因為8% 就是說支持 支持陳時中的 85%的民進黨都支持陳時中了 85%的國民黨支持者 都支持蔣萬安了 那支持黃三三的票裡面 只有1% 1.6%是支持 是民進黨的 支持黃三三裡面 只有6%是國民黨說我支持黃三三 我說幾乎 藍綠都歸對了 那還氣保什麼東西呢 所以很難 氣保其實很難 那我們看蔣萬安比上次 上次27.76變成29.67 陳時中上次19.72變成22.13 但是黃三三從20.9 掉到17.12 都不多 漲跌都不多 但是呢 雖然不多 因為三個人嘛 分掉了 但是呢 就已經決定勝負了 女性 30.39%的女性 支持蔣萬安 黃三三只有蔣萬安的一半 16.83的女性支持黃三三 所以這個也 並不表示女性支持女性 不一定 看候選人 那另外呢 年齡層也看得出來 那60歲以上的蔣萬安有30% 黃三三27% 陳時中只有6.9% 陳時中年紀大一點 不要投他 那說民進黨年輕人比較多 也未必20到39歲的 有24%是蔣萬安的 24.15% 19.69%是黃三三 24是這個陳時中 那麼另外呢 這個看得出來就是 20到39歲挺黃三比較多 60歲以上的挺蔣萬安比較多 反正各有所好吧 那政黨認同 到底台北市民眾支持哪個黨 有19 有這個20%是支持國民黨的 有15%支持民進黨的 有5.2%是支持民眾黨 所以民眾黨原來還有7.7% 現在這次變5.2% 一個月 為什麼 因為柯文哲最近亂講話 對不對 那個水門就說 你們自己開車都要負責 等等 你這沒有告訴人家 你臨時通知 我一個車子幾十萬泡在水裡 對不對 你政府管都不管還說風涼話 像最近這個柯文哲一些話講的 大概大家有點失望 所以掉了一點點 掉了一點點 好 那麼這個 這次 這個 這次等於是昨天發表的最新的一個民調 來小董跑過台北市政跑過很多年 來講講看吧 對啊我跑台北市非常久 包括趙少康在選台北市長 那民國83年 那大家可以看 今天的這場選戰 他其實輪廓都很清楚了 我覺得改變已經不太大了 台北市改變不太大了 那他就順著這個方向 其實台北市有12個人在選市長 只是其他9個人 或者8個人 你們都不認識 有一個叫蘇范智的 當過台南縣長 那有一個童文心 是一個有名的律師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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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其實可以知道說 在選舉的時候 有一些東西就會讓你的選票漏 譬如像柯文哲 他現在講的話就影響到黃珊珊 柯文哲在台北市是沒有什麼政績的 不要被他騙 很會講話 他其實是沒有什麼政績的 他那時候跟連勝文選 光社子島他拿7成多的選票 他說社子島他要改造 你跟他看 社子島8年前跟現在一模一樣 沒有動 這個何志偉都可以作證 那大家可以看 其實 在整個選舉裡面 像這種民調 從蔡英文當總統以來 民調公司非常多 很多我聽都沒有聽過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他要來西市 真正在做民調的這些公司 然後來幫你搞混 譬如說你說蔡英文很差 有多差 他就做出來說蔡英文有很好 那你就搞混了 搞混以後他就平衡了 這種民調比比皆是 但是在選戰裡面你要看了 就是一個候選人 候選人讓你有沒有信任 台北市 台北市有這麼多的候選人 其實大家講的就是他們這三個 為什麼 因為代表三種的立場 一個國民黨一個民進黨 那當然還有一個黃珊珊 那各位所看的喔 為什麼我們會講這場 台北的選戰那麼重要呢 因為過去民進黨跟親民黨合作 在2014年 讓柯文哲當選了台北市長 後來柯文哲在2018年跟民進黨鬧翻了 民進黨自己推出了搖文字 那在這樣的背景下 民進黨現在說 我們也要把台北市拿回來 台北市在2014年就是民進黨的啊 那現在民進黨想把它拿回來 認為說我要找一個 有全國最高知名度 民調最高的 他們以為陳時中可以用 陳時中的民調原來94% 最高喔 可是這一次選舉大家可以看到了 他這輩子認為自己做得最成功 就是黃毅 結果那個疫情 還有那時候買疫苗 一件一件的被拿來檢視的話 他現在做什麼事情大家都會嫌啊 抽到12號 大家講的是什麼 12不赦 是不是 你如果選舉一個候選人 你做任何事情都被人家哭手 被人家嘲笑 對不對 那大家想到了你那張臉 就想到那個馬桶 那你這個選舉還要怎麼選啊 等於說你做什麼都是 大家都可以找你麻煩 每個人都來找查 那這個選舉就 收穿了就已經沒有希望了啦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在台北市的民調喔 他其實是很清楚的 陳時中現在爬不起來 他只能 只能穩坐收 我一定要第二名 我不要輸給黃珊珊 他現在想的是這樣 我們選舉只有一個人會當選啊 第一名才會當選 其他人都是漏選啊 所以這場選擇他非常清楚了 那民進黨認為說 至少台北市要拿下來 拿不下來的 他們現在想說 那桃園要拿下來的 我們到時候再看 桃園他怎麼拿下來 拿不下來的 他找一個抄襲論文的 已經被人家嘲笑了 被人家嘲笑 還找一個力挺抄襲論文的 鄭英鵬 那這更不用選了 所以大家看 這一次民進黨兵敗如山倒啊 那我們其實都看得非常清楚 那大家一定要記得一件事情 一定要出來投票 民進黨要抗中保台怎麼抗 都是為了選票 我告訴各位一個事實 1949年民國38年以來 到今年111年 我們這70幾年來 最最抗中保台的人叫做蔣介石 是不是 他帶領了金門人 打了三場勝戰 對不對 他最抗中最保台啊 結果現在說他孫子要賣 真孫子要賣台 這樣的說法誰會相信 所以我們大家一定要記得一件事情 要去投票 要找親朋好友去投票 不要認為說誰會當選了 如果都在這樣想的話 那民進黨又要得逞了 謝謝大家 好 好 我來補充一下 剛剛我們主持人講的 這個蓋洛普的民調 是前天出爐的 昨天 那這個民調 我有稍微不一樣的看法 因為這是第一個民調 黃珊珊變為第三名 我覺得要有第二個 第三個 起碼還有兩個以上的 有公信力的民調 證明黃珊珊真的是第三 要不然我保留我的看法 不一定 不一定 還有老趙剛剛講說 這個氣保已經完成了 從現在開始沒有氣保 我從第一天就講 沒有氣保 我比你有先見之明 台北怎麼會有氣保呢 氣保叫什麼 氣保就是第三名的 大家捨棄第三名的 去挺第二名的 目的何在 要趕過變成第一名 現在第二名跟第三名之間 沒有這種革命感情 還有第三名的民進黨 他們的中央 他們的總統 已經投資在於太多了 怎麼會捨棄呢 就算捨棄也捨不乾淨 而且我告訴你 蓋洛普這個民調有一個特點 他不表態還沒有決定的 有三成 所以他們三個人的次數 通通加起來七成 別的民調通通加起來八成 那別的民調加八成的 那兩個人的總和四成 差別多少 差別百分之四 那這個蓋洛普的 那其他人兩個加起來五成 差別多少 百分之五 所以加起來是五成的 差別五 加起來是四成的四 表示什麼意思 大家數學好不好 我相信你們都不好 但是這什麼意思呢 這就是第二名的 跟第三名的 我不管是誰 他們分這個大餅分得好平均 太厲害了 分得很平均的結果 講完完就鬆軟軟軟 我覺得這個才是說 不是來這裡講說我挺誰 你挺挺身實中 你被人家罵死 你知道嗎 我來這裡不挺誰也不罵誰 我的數學算是我們這裡頭 我想我這個數學我大概還不錯的 我們是舊數學論數學 蔣萬安就是迎戰 對手兩個人 平分的剩下的大餅 謝謝 這個 允許我講一下數學好不好 現場有沒有人知道這個 蔣萬安先生在哪裡當兵 當幾天兵 他的 他是抗中寶台 這個跟題目無關 這個中間就是阿 等一下 我要評論一下老沈的數學 我把老沈曾經批評過 批評過蓋洛普的民調 我去問老丁 老丁說老沈是錯的 為什麼 因為其他的民調 都做出來候選人支持度加起來八成 蓋洛普七成 你認為到時候投票率會有多少 七成 最多七成甚至六成五 所以老丁告訴我 他的民調絕對不push 絕對不會說 你真的不要支持人 要不要再想一想 你要支持誰 他絕對不做這個事情 老丁是錯的 但是老沈 我們來打個賭好不好 你認為台北市投票率會超過八成嗎 不會 那就怎麼會有八成表態 那你就錯了 老丁就知其一不知其二 你答回答民調的時候 比較熱心比較表態 你投票的時候就不出門了 所以你剛才講說現在的民調 除0.7除0.8是投票率 不對 是除這一次的表態率 對啦 但是我跟你講 你搞錯了 老丁 你不要跟著老丁一起錯 我不是跟老丁 我最早做民調的 你什麼時候來做民調 我告訴你 他現在不表態的 他基本上就不會去投票了 會 我不敢講百分之百重疊 但是絕大多數是不去投票的 現在表態的也不一定去投 但是基本上不去投比例比較低 一定是這樣 電話都不跟你講 他會去跑去投票嗎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 我還是相信老丁的民調 我不相信老丁的評論 我覺得 不相信到時候你看看結果 結果犯罪 老丁以前預設選主都錯 對不對 他幾乎都錯 一下要給他掃地 一下要給他打掃 不是都他嗎 老丁不是這樣 他急了 你知道嗎 他急了 我也不急 他今天為了老丁出賣我 你知道嗎 我就讓他一下好了 你看他的臉色 沒有比陳時中好到哪裡 你知道嗎 陳時中有像我這樣笑嗎 有嗎 陳時中有我長得好看嗎 陳時中有我英俊嗎 講什麼東西嗎 快點 il彩 你有不同的名字 你不停 讓他輕聲 有什麼